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VC 在上半年咱们看了阿维塔12小鹏G6之籍RS6之后呢 纯电中大型SUV市场已经是群雄大乱斗了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 年底耗补HT加入了战争 在推出了GT SSR两款车之后呢 车厂的路数嘛 大家想一想都知道了 他们肯定就瞄准了有购买能力 并且有很大家庭需求的精英中产人士 所以后果HT的路线就非常明确了 够大 够实用 并且要够有质感 首先来看外观哈 接近5米长的车身轴距来到了2935毫米 那这个大小这个尺寸 其实作为中厂我觉得开出去还是蛮有面蛮气派的 然后外观设计方面呢 我个人觉得Hobo HT会稍微的有一些保守 作为纯电SUV来说 毕竟背靠传统厂家嘛 但是保守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觉得设计比较保守 反而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原来想买燃油车的这种 接下来就是Hobo HT在先发出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就是它的门 它做了一个跟Model X同款的OE门 现在大家都叫Hobo叫门场 因为Hobo GT有这个旋翼门 然后到它又有OE门 挺不错的 一个很好的记忆点 然后每边各有四颗雷达 并且在Hobo GT上 其实这个雷达识别率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 它在打开之前还会稍微的收一下 怕打到我们 这点挺不错的 门打开之后咱们上车 其实整个上车的动线还是非常舒服的 我觉得不管是老人小孩 上来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家庭使用老人小孩对吧 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地方 或这个地方再做一个把手借一下力 会更加不错 然后坐进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跟门拆掉了的感觉是一样的 非常的有开良感非常大 像老人上车有人搀扶 或者是小孩在车上要放宝宝椅的话 都非常的方便 我们这些空间真不错 我们来看车内啊 其实之前有一个老师说 现在的车子配置都大差不差 就看设计了 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对 特别是新能源车子 就配置已经给的非常的满了 重点就是我们来看设计了 那整个车内的设计它是非常简约 而且简单的是我喜欢的那种 所有的功能呢 都集合在这开屏幕上面 那这个车机它内置的 其实也就是广系的那套系统 好用 但是没有什么特点 无功无过吧 不过平常使用起来 逻辑会非常的清晰 非常顺手好用的那种 那车内呢 其实我最喜欢的 就是它方向盘的设计了 它的形状大小握起来的粗细程度 都是我喜欢的那种 并且呢 它的这个多功能 这个珠珠 摁起来 搓起来的质感都非常的好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 方向盘好不好用 是我开车舒不舒服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一般呢我是很少上副驾来做的 但是我今天坐到这里 就说明它是有点料的哈 它有一个女王座椅 你看脚脱位已经挑起来了 然后可以放得很躺很平 一百八十度那么平 其实就跟这里面套是一样的 主驾在开车 我可以完全平躺在这里 坐得很舒服 还有呢就是它的化妆镜 有个非常大的化妆镜 其实它尺寸也不算特别大 但就比一般的车要大那么一点 我化妆的话会方便很多 做到浩博基地后排呢 它整个空间感我觉得是因为它这个欧义门的机构 头顶厚厚的一层 然后它窗线做得比较高 导致我头部的开氧感比较弱一些 那正常侧开的门就会好很多 腿部空间呢 宽度我觉得都是非常OK的 坐起来很舒服的 说是针对家庭的车嘛 所以呢浩博也是针对的设计了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这里有一个脚脱 小孩子如果在车上睡觉的话 他的脚就不需要悬空了 可以搭在这里 并且呢这个座椅它的调节角度 非常的夸张 你看 很躺啊 出来这里感觉很舒服的 是因为其实设计师在后排专门做了一个槽 能让这个座椅躺得更加低 家庭使用呢除了乘坐空间之外 储物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打开尾箱看一下 因为它电池布局的原因 我觉得它的后面地台其实是电的比较高的 当然有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 它的开口非常非常大 像如果你放一个婴儿车或者放一些高尔夫用品的话 进来都非常的方便 打开这个隔板 下面还有一个延伸的空间 能够放下一个20寸的行李箱 在轮拱的后面还有两个储物的小格子 其实这两个小格子正好能放两个小篮球 或者放点啥呢 电动车嘛 所以也会有前备箱 那浩布HT它的前备箱能够放下一个20寸的行李箱 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浩布HT也是那种没有办法放手机 没有办法放高速卡的车子 但后来我发现这里其实可以插手机的 而且插得特别稳 那静态的部分呢咱们就体验的差不多了 但是这个级别的车子大家还会关注更多的 比如说智能驾驶辅助啊等等 浩布HT它有高速加程式NDA智能领航辅助驾驶系统 依靠于呢它有三个第二代可变焦激光雷达 两个摄像头 六个毫米波雷达 一个红外夜视摄像头和十二个超声波雷达 它有华为高算力的AI芯片加持 它750公里续航的闪充板 能够支持800伏超高压的5C闪充 10分钟能够充电续航450公里 那670公里续航的超充板呢 能够支持800伏超高压的3C快充 15分钟续航415公里 那就期待一下之后我们动态开起来的体验吧 静态体验下来呢 我觉得浩布HT它的产品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背靠大厂 它的制造以及调教都有一定的水准 并且呢根据它的定位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设计 还有噱头它的OE门对不对 所以是可以吸引到相对应的消费群体的 那它到底会不会卖得好呢 其实最终还是要看价格 很快很快浩布HT会跟大家见面了